其实我生长了在马来西亚 因为我们那边本来就是我们有一个观光的口号 叫做Malaysia truly Asia 它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亚洲都在马来西亚 因为那边是什么种族 黑的白的棕色的什么人都有 然后宗教是我们可能一条街有五六种庙 有基督教堂 天主教堂 佛教堂 道庙 有那个穆斯林那个回教堂 什么都有 台湾的朋友可能会听的怪怪的 你去唱印度歌 你唱那个马来歌 你知道吗 他们觉得很好玩 对我来说是我成长的环境 其实主要那时候是因为我在开始接触吉他歌 我就开始创作 我就开始写了100多首 200多首 我就问很多一些前辈 你要卖歌应该要去台湾 因为台湾是卖中文歌的一个市场 我就查他然后我就查到 台湾念大学还蛮便宜的 然后第二个优点是台湾可以打工 就是我可以来念书又可以赚零用钱 因为马来西亚的校园里面我们是不同种族一起上课的 那里面就会有一些形成一些帮派 然后我的故事就是在反映 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说马来西亚的校园的种族暴动事件 还有一些种族歧视的问题 我没想过台湾可以上 那台湾可以上的话就要做海报啦 就要做预告片啦 然后结果就因为这个海报跟预告片了 马来西亚那边就说我在污蔑马来西亚的形象 所以他们就痛气我 应该说台湾是一个包容度很大 可以让我发表任何一种作品 然后不会被禁 不会被关 不会被封杀 不会被下架 甚至还可以入围 金曲奖 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包容度这个自由度真的非常重要 对创作人来讲 而且我觉得音乐还好 主要是电影 因为导演都很喜欢透过电影来表达一些东西 还有揭露一些真相 那如果你不给他们这个 这个连戏院都不能播 那就这些东西永远就被埋在 在做那个底底下 有些人就说你这样做这东西就是要黄马赚钱 我在想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娱乐圈是什么 就当你被警察做了过后你本来有的赞助商业那些赚钱的机会 一个晚上 全部打电话来麻烦帮我签一下那个 取消合约的那个书 自己签 麻烦把那些东西产品还给我 我们那个广告不拍了 一个晚上你可以接到十几二十 甚至无数通这样的电话 那个钱不赚就算了 我还要把所有存下的钱拿去打官司 是很贵的 而且打官司是一笔 你输了 又要一笔 然后台面上台面下要很多笔 这是没有人看到也没有收据 那你问我有没有怕那些政府什么 我当然怕 每次抓进去 没有好日子过的 里面的饭就这么小 一餐 就一个拳头那么大 然后进来就被外劳抢掉了 就把他们很饿 吸毒人就口渴包我水 水也是一小包 那我们都喝自来水 在里面差不多一秒就像过一个月这样 你知道意思吗 然后十个人睡一个 同一个木地板这样 在里面是生不如死的 就会被言行拷问 然后一天九个小时 这东西没有人会喜欢的 也没有人觉得这个东西是轻松的 对我们来讲 我们是付出很大代价的 那我刚开始在这样做的时候 马来西亚其实言论很不自由 大家都不敢讲话 在网络上都不敢乱打字 就好像猛国这样 我一开始这样做 他们觉得我是神经病 包括我爸妈 神经病 可是 当我这样做 后来慢慢越来越多人这样做 那有些人就用言论 妈妈也开始就有一些作品 歌曲 一来越多出来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终于政党轮替 从此以后那个 霸权的政府就没有掉了 政府不会乱抓人 不会乱罚人 整个言论自由已经开放到 我觉得现在是东南亚第一名 当然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我是一份子 我曾经有发声过 我有讲话 那我有把我自己想要拍的东西 拍出来 那把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 讲出来 透过我的作品 透过我的言论 透过我的电影 讲出来 那我看到成绩 我觉得很欣慰 大家有点好感谢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